大家好,欢迎来到小二微薰频道 今天我们将一同品鉴两首我最新创作的七律诗 分别是时光流转和年华如梦七律 全称七颜律诗 是中国古代诗歌体材之一 属于律诗的一种 七律每首八句 每句七字 总共五十六字 格律严谨 评则和对仗求严格 其起源可追溯至唐代 并在唐宋时期达到鼎盛 是古典诗词中的重要形式 其律的基本结构分为四连 首连 汉连 景连和尾连 首连是开篇两句 通常用以引出诗题 奠定基调 汉连和景连各为对句 集对仗句 是七律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汉连多用以描绘景物 叙述事件 景连则多用来议论或抒情 最后的伪连则为总结 全诗常在此处点题或抒发感慨 七律的创作必须遵律 必须遵循严格的评作格律 律师讲求评作相对 因运和谐 每句中的评作排列要符合一定的规则 具体来说 七律采用评起或作起的管道 首句和三 五句或二 四 六句相对 常见的评作格式有评起首句不入运 和则起首句入运两种 此外 七律还要求句与句之间的对仗工整 特别是汉连和景连的对仗 不仅要求此性一致 还要讲究内容的对称和意境的呼应 七律的内容涵盖广泛 既可以描绘自然景物 抒发个人情感 也可以讽育时事 寄托家国情怀 唐代大诗人杜甫的登高 王维的宋元二世安息 李尚隐的《无题都是七律》的经典之作 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作者高超的艺术造诣 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人们的精神世界 在创作七律时 除了遵循格律要求外 诗人还需要注重语言的精炼 和意境的营造 每一个字词的选择都需精雕细琢 以求在有限的字述内表达丰富的内容 和深刻的情感 七律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形式 其独特的结构和严格的格律要求 使其成为诗人展现才华的重要载体 虽然创作难度较大 但成功的七律作品往往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和文学魅力 成为后世传颂的经典 通过七律 诗人不仅能够表达个人的情感和思想 还能在字里行间展现出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审美情趣 下面请欣赏我的这两首七律 七律一 时光流转 岁月无声似水流 春花秋月总难流 少年逐梦轻狂在 老者回眸泪眼愁 碧草黄叶随风舞 红尘就是赴杯酒 今朝醉卧听风雨 梦里依稀又固有 时光流转创作灵感源自一个静谧的黄昏 当时我感受到时间如流水般悄然流逝 心中涌起许多感慨 这首诗以岁月流逝为主题 通过自然景物和人生阶段的对比 表达了对时光无情流逝的深切感叹和对生命变迁的感慨 首句岁月无声似水流 春花秋月总难流 以水流比喻时间的无声流逝 春花秋月则象征住美好的时光意识 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绘 暗示了人生中那些美好的瞬间 往往稍纵几世 难以永久留存 接着 少年逐梦轻狂在 老者回眸泪眼愁 对比了少年时轻狂追逐梦想的豪迈 与老年时回首往事时的无限感伤 这两句揭示了人生经历的不同阶段 以及时光流逝带来的心境转变 诗中的碧草黄叶随风舞 红尘就是赴杯酒通过自然界的变化 表达了人生中就是 往事如风般随风飘散的无奈 和对过往的酸楚 这里红尘就是用赴杯酒形象化地 表达了对逝去时光的悲伤和无奈 最后两句今朝醉卧听风雨 梦里依稀又固有 则展现了对逝去时光的怀念 与梦幻中的重温 在安逸的现实生活中 仍能通过醉卧听风雨 重拾过去美好时光 整首诗通过清理的自然景物 和生动的人生描摹 将时光流逝的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 每一句都充满了感情的深度 和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使得读者在阅读中能够感同身受 深刻体验到时间的无情和生命的脆弱 这首《时光流转》不仅在形式上符合七律的严格要求 更在意象和情感的表达上 展现了一种艺术技巧和对人生深刻的领悟 七律二 年华如梦 年华如梦似沉沙 转眼浮生几度华 春去秋来花一落 月影月缺水中花 白居过细惊鸿影 岁月如梭梦转叉 收探流光催人老 且将杯酒向天涯 年华如梦是一个夜晚的感悟 仿佛梦境一般 人生如沉沙 转眼即逝是一首充满哲理和感慨的七律诗 通过对自然景物和人生比喻的深刻描绘 表达了对时光流逝和生命短暂的深切感叹 首句年华如梦似沉沙 转眼浮生几度华 以梦和沉沙来比喻时间的短暂和生命的虚幻 通过这种比喻 展现了对时间流逝的无奈感和对生命短促的感慨 接着 春去秋来花一落 月影月缺水中花 通过描绘春天花开花落和月亮的隐亏 暗示了自然界变化无常与生命轮回的无情 花一落 月缺盈 生命的美好往往是短暂而无常的 诗中的白居过细惊红影 岁月如梭梦转叉通过白居过细和红影惊起的臆想 强调了时间的飞逝和生命的转瞬即逝 岁月如梭 生命犹如梦境般转瞬即逝 有更大的理想和目标 整首诗以其清新的意向和深邃的哲理 展现出对时间流逝和生命短暂的思考与感慨 每一句都充满了对生命无常的深刻体验和对人生意义的探索 使得读者在阅读中能够深刻感受到时间的无情和生命的脆弱 七律二 年华如梦不仅在形式上符合七律师的严格要求 更在意向和情感的表达上 这首诗通过自然与生命的对比 揭示了人生的短暂和无常 引人深思 使得读者在阅读中获得感悟和启发 我们今天品鉴了时光流转和年华如梦这两首七律 深入解析了其中的意向 用词和情感表达 希望大家能从中获得启发和共鸣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对这两首诗的感受和见解 我非常期待与你们的互动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赞并分享给更多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